大家好,欢迎你们来看Cobra Cup 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概念 当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办? 女人不太懂徒修跟健身房课程的差别 所以比方说,你在健身房啊,当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你可以请你的朋友来Spot你 或者你可以把那个重量减少,继续做 但是徒修怎么办呢? 概念一样,你可以把那个重量减少 怎么减少重量呢? 你就可以改成那个姿势 找一个比较轻松的姿势来进行动作 所以这样子你还可以继续练那个课程 就是稍微调整一下你的姿势 所以今天我会从伏地挺身 开始找你们不同的姿势 所以你到可能课程后面几组 没有力量,你只要调整一下姿势 还可以练下去 你们也要记得,调整一下姿势 没有什么丢脸 我知道很多人,尤其是男生会觉得 诶,为着做福利挺身有一点丢脸 拜托,你不要这样子想 这个是过程的一部分 你经过几个月的训练 你可以把整个组做成比较难的姿势 所以你不用担心旁边的人觉得 诶,你不是孟男 他归着做福利挺身 不要理他 继续做 然后过了一年多 你会变强,变成孟男 你们以前大概看过我福利挺身的视频 所以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就知道姿势要怎么样 所以我们要先给你看一下 那个想要上修福利挺身 美丽了 我可以归着做 又美丽了 调整一下高度 归着做 要做水平的福利挺身 一样,你可以从正常开始做 好 打算 我的人 是 对 没人 你 那 不 编宝 不要下手的伏地谨慎了 让手上脚下 为例了调整一下高度 用美丽了 规则做 所以你们看,总是有办法调整一下姿势 让它轻松一点 所以你不一定要整个课程做最难的 你可以慢慢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那个姿势 所以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们有帮助 你们以后喜欢这个的话 我会继续拍这种的 给你们看不同的姿势 所以你可以按照我的课程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 给自己的力量跟能力 然后记得按赞 订阅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